大家好,歡迎回來溫哥華港產生活 最近我比較忙,所以出片比較慢 我真的很忙,拜拜 上星期我去了露營 今集回顧一下我這三天兩夜的露營 今次我去了第一集提過的Goldenier Provincial Park 這個公園是在 Maple Ridge 距離溫哥華市中心以東大概一個半小時車程 這個公園有三個獨立的營地 分別是Gold Creek,Aloat和Loft Ridge Aloat是最大的,有最多的設施 不過我這次去的是Gold Creek Campground 一樣有能力設施和食水供應 整個公園有很多行山徑 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又最容易行的 就是去復步Gold Creek Falls 不過我一般地行山 所以我這次只是去湖玩水和曬太陽 除了玩水之外,不少人都會帶單車來這裡踩 而且這裡還有騎馬專用的路 但是我這次就見不到有人在騎馬 這個露營室都比較受歡迎 因為都蠻適合一家大小去的 也都適合我這些藥雞人士去的 所以一定要上網預早預訂好 價錢即是一萬三十五元 再加登記費六元 我這次就是一個月之前預訂的 其實有位已經算很幸運了 而且我們這次的營室 還要很近有能力的廁所 為什麼說幸運呢 因為不少人都會預早三個月預訂這個營室 甚至會預訂一段長的時間 例如兩星期左右 把露營的東西都放在營地上 平日就回家 然後放假後就回來繼續露營 對不起,這個位置對我很重要 我沒有那麼瘋狂 兩天三夜已經很夠氣了 第一天早上收拾好東西 下午才進去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去到就開始窄營鋪桌子 做帳篷 搞定就到處走一下 沿途見到有些人會駕駛露營車 夠了方便,營都不用閘 還見到不少人把自己的營 都佈置得很有心機 吊好多燈啊 鋪靚的桌布 甚至乎帶上花瓶 還有蠟燭 都放在吊床 我這次沒有搞那麼多花神 帶些基本要用東西就算了 下次有機會我有個客人 試一下弄得這麼漂亮 接著就走到附近的湖看看 這個就是Aloat Lake 其實我兩天都有去這個湖 不過第一天就沒有下水 純粹坐在湖邊休息一下 看看風景也好舒服 試一下時間很快過 回到營地就準備晚餐了 這裡真的很方便 到處都可以裝水 第一晚就決定打火鍋 因為是太久沒有打火鍋 今次還要吃我很喜歡的酸菜耳煲 我吃完這個早餐太陽落西山了 吃飽之後 太陽落山就坐在這裡聽歌 看看星星 因為最近的山火比較嚴重 所以就不給生火 以往我就試過自己劈柴起火 但今次就是可以自己帶火鍋 另外這個也會有蚊 不過幸好在這裡打蚊香 所以就沒有被蚊咬了 沖好涼就睡了 那就一天了 到早上起床 一望出去就是一堆樹 然後就把水泡泡沖了 家時的關係 我已經不斷衣畫一條眉了 一走出去 營地就可以親親大自然 對著樹拉根 伸展一下 每一下 深呼吸都是清新空氣 簡直是深礦神魚 然後就去湖玩水曬太陽 去湖之前就要幫我浮床 和水泡泡好氣 隆重介紹我的伴伴小書童 是不是很帥仔呢 由我們的營地走去湖 大概有五分鐘 沿途都很漂亮的 你看天氣多好 風景多漂亮 多麼熱鬧 不過這天就很大路 一個不小心就會飄去超遠 要起勢地游回沙灘那邊 超累 當做運動吧 唯有 游回近一點之後 最後還是抓緊浮繩 一邊吃薯片 一邊浮浮一下 這樣才最坦 不知道是不是玩完水 特別餵食 突然之間很想吃雪糕 是你逼我的 不要啊 不要啊 啊 啊 這裏有了 Consection 可以讓你買下 食物 飲料 還有沙灘 和日用品 對著湖石雪糕 人生一大樂事 有帶狗狗的話 帶他們來露營 玩水真是適合 你看你多人 然後這晚就BBQ吃牛扒 這樣輕鬆過一天了 第二天就11點要check out 收拾好東西就走了 三天兩夜露營就完了 其實這次的露營 沒有特別做什麼的 純粹是洗滴心靈 簡簡單單的生活 回歸一下大自然 肚餓就煮一下食 想玩就去玩一下水 或者到處逛逛 三濕了就可以在樹上浪江 晚上就可以圍著火 看看星星 再加上是收不到電話 跟網路世界隔開了 就可以留意多些身邊的人和事 同時又不會太辛苦 起碼有暖水流浴 所以對我來說 露營的意義是可以遠離殘飄 更加欣賞一切 欣賞大自然的美 反撲歸增 所有東西都回歸簡單 同時也會令我更加感恩 自己住在城市 是這麼方便 回到家就會更加覺得 自己家真的很舒服 這就是我這三天兩夜 camping的小小的感想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下一集我會介紹我最近吃過的大排檔 千萬不要錯過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Go quit campground 我啊 一句都聽不明白